我都很想问大家一句话 当你突然间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男人 是很难讲的 很多很深的情感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我觉得我要拍的是 就是人常常会忘记掉的一个爱的方式 一个爱的表达 对人的那种态度平等那种爱 在他流浪的路上遇到了他的爱情 这是一个很软的故事 就是细如其林 是一个大爱的电影 灾薇和阿达 我觉得对感情都是很真挚的 灾薇和阿达 我觉得对感情都是很真挚的 一辈子 一辈子到底有多久 在这个家里呢 实际上妈妈是很死云塌地的 一直在给所有自己能给的那种感情 那种爱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还没说进来呢 进来 进来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爱 只是大家不懂怎么去表达爱 买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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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吃鸡点 面对婚姻已经是平淡到一个程度 不要去讲什么大富大贵的事情 就是安逸安稳的一个生活 老婆就是一个从而而中的人 守一个诺言守了一辈子 不清楚她的坚守会得到什么 太婆当年嫁给外公的时候 知道她乡下还有个老婆 我觉得她的人生特别简单 一切都可以牺牲 其实姥姥是一个最坚强 我要守的东西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会留在我心里的 陪着我一辈子 就是一辈子 爱婆什么时候说 我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你去找插手 我的事也请你 以后不要再管了 可能每个女孩年轻的时候都说过 说我才不会眼前有个人唠叨 别拿我跟我妈别 你自己当娘了你 那你也别拿 我跟你说你 相爱相亲还是需要接触 就算是吵架吧 那也是在沟通这事情 要把吵架当作是很严肃的事情 吵完了就把它忘掉 吵完以后就会变得更爱一点 招呼 死磨 这样 如果你还相信爸 你当然可以相爱相亲 这就是你 要把三代人不同的 价值观 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展现 你会从每个角色身上 找到自己的名字 我很期待相爱相亲 让新主角一起相爱相亲 你可以看到现代人怎么看爱情跟婚姻 就这么简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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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